因为我们刚刚在按 直接按计算好了 你会发现 像这个Input Box它的缺点 它的优点是很简便 可是它的缺点 你可不可以改变它的字大小 字太小了 按钮 按钮也感觉小小的 背景的颜色 没办法变更 上面的这个Title可以改了 不过 就是你会发现这里很多可以显的 如果你今天希望 老师这个表单我可以自己做 我想要做大一点点 因为我这个市场主要是 现在人口老化了 很多人 老人人比较多 你这么小说真的 可能 长辈会看的 不清楚 那字要放大一点可不可以 按钮大一点可不可以 漂亮一点可不可以 如果用这个不行 但是要怎么样 把它制定 特别是这个时候你就需要什么 用一个什么 用一个 表单 制定表单 那制定表单就可以 那怎么样制定表单 特别注意 我们直接在切到Visual Basic里面来 那再来的话就是 在这个上方按右键 任何地方都没关系 插入什么 制定表单 好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你就可以跳出一个 User Form 1 好不过 如果你今天希望更改它 大小可以调整 可以 右下角这边可以调整 那你如果觉得要大一点就这样 这样子拉大一点 那里面如果我今天希望看到的类似像这样子 输入金额 请输入存款金额 一个框框 然后按确定 看一下我前面是 大概都 类似像这样子 就做出类似像这样子 那程式码这边也有了 那怎么做 首先的话呢 我第一个 输入金额 比如这个地方原来叫 User Form 1 我如果希望把这个名称更改的话 特别注意 第一个 把 这个的有个标签 下方有一个叫做属性 属性这里 的caption 这个caption后面会有个 输入方块 把这个改成什么 就是输入金额 输入完之后的话 各位可以看到输入完 输入金额 那再来 我要做什么 如果你今天希望 它的底色可不可以换个颜色 可以 back color 有没有看到这个属性 就是 管他的 外观的 那背景颜色 旁边一个箭头 调色盘 假如你要什么颜色呢 假如是金融业的话 淡黄色好了 OK 这样子 有没有一个淡黄色 如果你不喜欢这个颜色的话 再点一下 这个颜色 可不可以 就个人喜欢不同 OK 好 换个颜色 对不对 第二个的话呢 你需要加什么 加一个标签 请输入存款金额 标签在这里 大A有没有 点一下 拉一下 大一点没关系 不过 字怎么打上去 caption 请输入存款金额 好 Enter一下 有没有看到 出来了 可是 字 太小 对不对 怎么办 没关系 他底下有 星系迷你这个 缝尘 小按钮按下去 啊 用 20号 字 按确定 这样够大了 不够大